接下来带您快速浏览 巴西世界杯赛程预报 以及今天的士组快走 台北时间6月16号 一组F组共三场比赛 一组凌晨零点 卫士出战厄瓜多 凌晨三点 同样是一组法国对上弘多拉斯 而F组上午6点 阿根廷出战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 现年36岁的 意大利五届士组元老门神不逢 首战队英格兰 因脚踝扭伤缺席 赛前意大利公布出赛名单 文将不逢因伤无法上阵 由希瑞谷点替出赛 甚至有说法指出 不逢孔无缘今年的士组赛 明天凌晨三点将首战红都拉斯的法国 能否洗刷上届士组赛 因搞内讧和难堪提早出局的不良形象 全世界都在等着看 不过防内讧还是得提防敌引搞飞机 法国总教练德尚今天指控 有一架小型无人遥控飞机 重新在法国队的训练基地上空 还怀疑这个飞行目的是为了侦查敌情 全国人口数不过380万的波士尼亚 首次闯进士族赛 他们去年在确定踢进士族赛之后 举国欢腾 但日前巴尔干半岛的水患 却让波士尼亚从美梦中惊醒 当家前锋德萨克认为 本届士族赛将带给波士尼亚人民力量 也让全世界看见巴尔干半岛的状况 新唐离开电视这里报道 증数不够 在逼迷� 我 出? 中文